因为我觉得你今天表现非常的亲切 而且非常有诚意的要跟我们沟通 但是 你也看到了 今天就是发生了冲突 为什么 因为时间空间的紧缩 人多 造成这个冲突 今天公营住宅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把1500户放进来 却没有告诉大家说 你整体的概念是什么 你只有交通 交通OK 然后教育 刚刚陈一远讲得很清楚 它是一个整体的问题 教育呢 教育资源在哪里 没有人回答 所以你们不能够 所有人列队排排坐好 然后呢 各回答各的 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问题 住宅 住在这边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是只有 我交通怎么解决 车怎么停 我盖几个学校 不是这样而已 那再来 今天的情况其实是 政府对这块地 早就应该负担开发的责任 它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们选择了BOT 好OK 结果呢 博德搞砸了 拖了这么久 空转 延大 结果呢 102年 拿回来之后就说 我们最近很重视公营住宅 就把他1500户加进来 这算什么 这个道理 你知道吗 你们刚才的讲解 非常的专业 有相当的术语 但我听来是什么 我听来就是 那就是我搞砸了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政策目标 我要赶快把它加进来 那结果是什么 我们这边的居民 大家期待那么久的效益 没有获得满足 因为 不管是博德 或者是政府配合的不必 然后 再要我们负担 另外一笔 人口上的压力 这样对吗 难怪 难怪这些长官会会生气嘛 因为 其实不是那些专业术语 或者是你 什么开发规定 这些我相信都是只为莫及 重点是什么 你们辜负人民的期待啊 那么久 你们都在做什么 今天告诉我们 我们拿回来地了 然后呢 一千五百户 我们要加进来 你要这些长辈 作何感想 换周是您 作何感想 是不是这样 好 再来 今天 刚刚张艺远还有戴玉 我觉得他们 见解都非常的 深入边辟入理 重点会是什么 您也看到了 今天已经有一个 固定抗疫的团体存在 非常的明显 对不对 他们已经离席了 今天如果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服貌这件事情的演变 如果呢 政府施政上 确实没有办法 好好考虑民意的话 恐怕这些事情 就会重演 谢谢 好谢谢 那接下来最后一位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